清明时节雨纷纷 正是种瓜种豆的好时节 农夫们趁着细雨萌萌 抓紧跟踪收割 错过这波雨水又要等一年了 早在唐代 清明就已经是法定假日 敦煌文献有记载 五日遇寒时 至八日假开 朝廷把寒时清明两节连在一起 从初五放假到初八 有整整四天的小长假 到了唐树中时期 更是把寒时清明的假期延长至七天 这个传统假期一直延续到宋朝 史称唐宋黄金周 假期中祭祀先祖是清明的传统习俗 人们往往会到墓地寺院超度亡灵 缅怀仙人 顺便郊游 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 这个世界春光明媚 到处生机勃勃 人们利用出城的机会 游山玩水 不复春光 古代的敦煌 在寒时清明假期中 还有宴饮和唱歌跳舞的习俗 在敦煌藏金栋出土的敦煌雅府帐幕上 我们发现了古人在寒食宴席中最爱吃的是各种大饼 酒足饭饱 寺院会组织歌舞表演 官员和百姓携家带口前去观赏 是对亡者的追思 也是让活着的人要更开心地活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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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